香港有很多台灣餐廳 不過講到專門吃台灣蛋餅的品牌 就真的沒什麼幾間了 這次帶大家來到荃灣這間廣式冰室 他們最近就跟台灣這個蛋餅品牌合作 品牌在當地以獨特的口味作為招來 所以都頗值得留意 蛋餅王這個品牌 其實就是在台灣高雄那邊總店 高雄、台北都有分店 另外現在就是香港和馬來西亞那邊 都同步開一些分店 我們就將它引入了香港 因為知道香港的朋友 很多很喜歡去台灣旅行 但因為最近這兩年疫情去不到 都掛著台灣那邊的食物 所以我們都希望把台灣的美味帶給大家 他們就說會在香港和不同類型的餐廳 cross over 例如今次和荃灣的這間廣式冰室合作 就推出一款店舖限定的口味 你見面上有一個叫做黯然燒雲叉燒蛋餅 其實就是將香港的地道美食和台灣的蛋餅 做一個cross over 叉燒都是香港或者廣東一些 很多人喜歡的食品 我們就將叉燒和蛋餅做一個配合 出來的食品或者各方面的評價都非常好 芝士我們就用了兩款 一款就是Mosarilla 就是可以拉絲 另一款就是比較鹹香的芝士 味道和拉出來的試過效果 我們都兼顧到 這份叉燒蛋餅夠足料 蛋餅皮口感煙韌 叉燒好香口 肉質肥美 感覺上有點像我們平時吃的叉燒暗裂 再加上台灣直送的醬油膏和胡椒鹽 味道馬上很有當地蛋餅的神髓 味道很不錯 原來做法都跟足台灣總店那一套 我們那些蛋餅皮是用手攪的麵漿即叫即煎的 變了跟外面很不同 外面是一些製成品 冷藏了之後 你喊的時候它才翻熱 我們這個就新鮮很多 還有口感就會比較軟 很不同 另外當然不少得台灣大熱的口味 最受歡迎就是 粟米肉鬆芝士蛋餅 這個就是很傳統台灣的口味 在香港這邊也是一個比較多人叫的一款蛋餅 其實台灣那邊比較特別的 有一個叫做皮蛋芝士蛋餅 如果喜歡吃皮蛋的朋友 我覺得就一定要推薦去試一下這個味道 因為你猜不到原來皮蛋芝士蛋餅的味道是很配的 皮蛋蛋餅真的聽都沒聽過 裡面夾著一塊塊的皮蛋 加上芝士和蛋餅皮層次很豐富 台灣那邊其實大部分的蛋餅都是咸 甜品比較少 配合香港人喜歡吃甜的口味 我們就推出了 你看到有朱古力香蕉 還有有個苦泥肉鬆 推介這一款朱古力香蕉口味 朱古力味道香濃 作為飯後甜品很不錯 總括來說 除了蛋餅皮的口感比較特別 最大的賣點就是份量誇張 加上豐富的餡料 一份蛋餅已經非常飽肚 如果大家下次打算來吃的話 記得留肚呀 AM730的讀者你們好 我是Yoyo 祝大家苦年、行大運、身體健康、心想事成